以下节目是由美国华人实业协会特约播映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商界中环 我是Mina李昔平 在这一节的商界中环 我们会和大家介绍室内设计 因为很多人在卖屋之前 都想把屋子弄好一点 这样就可以卖高一点价钱 而今天我们这一节的商界中环 就请到来自JSquare Design Studio的两位创办人 就是Jeff Lin和Jean Sun 他们两位就和大家介绍一下 Hello Jeff和Jean Hello Mina 你好 首先我想问一下Jeff 讲起这个要把屋子弄好一点 你们有一个术语叫Staging 其实Staging是什么呢 其实Staging就是我们会将就快要上市的房屋进行一个室内设计和摆设 我们会根据不同房屋的风格、空间、功能和它的优点进行装饰 我们就会带入我们自己的家具、艺术品、摆件、灯具 甚至是鲜花和植物 是将这个空间布置得很温馨和有品味的 从而就可以吸引到很多潜在的买家 还有市场的关注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鲜花、家具 是真的你们自己提供的? 是 没错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设计 那你们就需要很多不同的设定吗? 没错 其实这个就是设计的一个妙处 就是我们可以其实是mix and match 根据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色调 去给每一个不同的家具最好的一个保质 那说起了 你刚才其实已经提了一点点了 那麻烦你再说一下这个staging的好处在哪里呢? 是 其实这个staging在很前期 这个房屋买卖的前期已经有很大的帮助了 就是从这个网上的图片 这个flyer的这个印刷和这个邮件的推广 其实staging的屋企其实是更加可以吸引到人的眼球 这样从而带入更加多的这个food traffic 去到这个open house showing的 有staging的屋企同时都会让潜在的买家 更加好的去了解这个房屋的空间的功能 同时都给到他一个vision 就是他以后住入这间屋企的这个想象力 那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staging了的屋 屋是可以卖得更快和卖得更高的价钱的 那我相信尤其是在bay area就一定了 那这边我想问一下Jean 那除了staging之外 其实前妻还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其实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屋主在卖屋之前 甚至做staging之前 我们会同agent和屋主合作 去给他们做一些设计的建议 就是给房子一些简单的renovation 这样子的话呢 通常我们会做就是 对室内室外的油漆的建议 他可能会刷新的颜色 然后室内如果说他的房子的condition是比较老的 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换橱柜 厕所的马桶或者是一些vanity 做一些更换 还有就是如果想再做的更细致一点 包括灯具和五金件的建议 我们都会做就做一些更换 这样子呢 这样子前期的一些合理的投入 会使房子卖到更高的价钱 这一部分合理的投入在之后的销售中 是会有更大的回报的 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你们讲一下 如果大家要联络你们 怎么样联络你们呢 他们可以电话给我们 我们的电话是41581272 同时也可以去网站找到我们 我们的网址是Jsquarestudio.com 也可以在Facebook上面找到我们 Facebook也可以找到我们 好 非常好 感谢两位 那现在在我身边是来自 Pertelco的贷款专员 Channin 你好 你好 Channin 那我想问一下 民众在湾区买房子 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Normally we recommend to get your finances in order It's very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know that credit bureaus offer a free credit report each year Please take advantage of that offer Next it's also important to make sure you get pre-approved so you can know what you can afford when buying your new home 非常好 我们感谢Channin 那就像Channin所说的 如果大家买房子要做贷款的话呢 就记得就是把每一个部序来做好 那首先先要拿一个就是免费的这个Credit report 然后还要把其他的程序也要做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见